木工由七工自主修復立院 海洋花学运今傍晚将撤出议场 结束24天占领行动 而大家关心着议场损坏该由谁买单谁收拾 立院总务处强调愿自行处理 但学生仍主动展开清洁修复 网友更是发起你们守护民族 我们修复立院活动 昨天有十多位木工油漆工装潢维修工 自发新道场进行地板维修墙壁粉刷 黄金平说不会用公款修复一场 据了解会有企业主赞助修复费 外界猜测是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不过鸿海公关体系卓回应 没有这回事 至于那根找不到神秘消失的意识锤 该怎么办 立院总务处说还有两支备用啦 外传此次修复一场所需经费可能破亿元 引来议论纷纷 不过多名技师建筑师自主到场评估 说修复不用花到2000万 动物新闻 哎呀 有人拿不到回扣了 报导 啊 如果您就评论线 您可以评论地